大家好,欢迎来到贝利实验室 我们上一期讲到了我们这个中低音单元 它有一个调试 然后中低音单元,腔体,容疾都已经调试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是中低音单元 我们需要去加一个高音 前期我也讲过 我们这个主要还是做一个高性价比的音响 然后我们高音我们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电容跟电阻这样子串联去分频 我其实这个调试过程中就是测试一个频响曲线 然后把它分频点和那个响应的功率 把它分配好 就能够实现很好的一个音质 那么我们这边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是怎么样去匹配这种高音和低音之间的衔接问题 我们还是用这个科利奥这个价器去做一个测试 先打开这个价器的一个频响测试 然后我们首先去测试的是一个低音单元 它的频响特性 我们单独测试一下它的低音单元 我们把这个高音把它先取下来 好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中低音单元的频率响应是非常好 在中低音150K到2K它的曲线还是相当的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去测试这个高音 我们测试一下这个高音的一个频响曲线 我们先把这个频响曲线保存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高音的频响进行测试一下 呃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高音我们这边是接了一个异阶的电容哈做分屏 所以说我们这两边 呃 进行合成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需要去调节这个电容的大小和呃 电阻的大小 让它的频率和功率的衔接得到一个比较融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高音也接上去 然后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频响的测试 因为这边的环境和的影响呃 呃 我们必须查一些技巧才能测得比较均确一点 我们先测试一下哈 呃 经过我们这个调整电容和这个电阻之后 我们把这个高频的曲线呃 调到比较适合他们匹配了哈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综合的测试哈 我们这个合成的曲线也测试出来了 那么整个曲线的话 合成起来之后 呃 会有一个小高峰在这里 那其实这一段是人声呃 一到两k的地方 其实可以保留 它在人声方面就会表现亮丽一点 然后我们高频其实也是有意的往上提了一两个db 我会想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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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